如何让孩子在学校的独立学习期间 自己学会基本防疫 儿童保健专家保姆斯坦表示 第一步就是与他们沟通 第二是允许他们自己选择 起口罩或装饰 第三步是让他们练习随时戴上脸罩 第四是用行动来温柔提醒 让他们看你戴上口罩 第五是回答孩子们的各种问题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